至古具有大伯公土地神的崇拜 土地神的处处很多 大伯公又称福德正神 土地公 土地神 土地爷 福德爷 伯公 后土 土地君 土地神属于民间信仰中地方的守护神 也有财神的性子 现代多属于祈福 求财保平安 保农业收成之意 也可以保佑圣医人经商顺利 不受邪魔的侵扰 由于佛菩萨以及护法神们的慈悲 经常怜悯众生的痛苦 唯由书尊降贵 透过挑选有缘的鸡童 降师来世间度化有缘众生 这次被大伯公选中的 就是陈法行师父 在他还没成为师父之前 其实他是经营一家照相馆的老板 那时候是三十二岁 中了疾病 三个月的病 入院住了两个月 两个月 医生都做了三个月的病 三个月的病 就在第二天八公里找我 叫我出院 叫我帮他 帮他做事 帮他救我 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出院 回到六个月的病毒 这一堂就过了半年 在这个过程 让他全家完全陷入了一个困境 某一天 突然苏醒的陈法行师父 才发现 原来在昏迷的六柜当中 大伯公在梦中 叫他如何看牌占卜 目的就是要他造福人群 随后也按照大伯公的指示 首先在夜市中摆小摊位 为人家免费兼部看命 随着信徒的增加 以及十方的资词 终于在2000年成立了南天门福德正神大伯公 陈法行师父也借助了南天门福德正神大伯公的名义 去做了很多慈善的活动 当中包括了有2015年东海岸水灾 正医施药 捐助病人的医药费 捐血活动等等 其实在我的事情发生是在短短的两个星期 但是那两个星期会造成我 差不多可以讲是家道沦落的那个过程 那工呢在帮助人的同时 或者他还在办事 每一次在办事的事情 他都是会以那个病人为先 我有抑郁症 因为我怀孕三个孩子 对抑郁症啊 那么我都有去看过习衣啊 然后也不便宜啊 那么我也来看不公 公讲你不用去看习衣 然后你不用吃习药 我就很开心啊 我就来看 看有事就好 到现在它去了啊 都OK啦 我在两年前的时候发生一个车祸 然后在经过医生开到动手术后 然后休养了三个月后 医生一直是脚会好 然后就三个月的休养期过后 我发现到我走路还是一样一拐一拐 就是要拉着脚这样子 来了过后就是我在休养期的三个月里面 我睡觉往上睡觉完全是不能翻身的 然后就来给不空帮我推我的脚 然后那一个往上我就能好好的翻身睡觉 然后经过几天连续几天的调养过后 脚就变到走路没有这样辛苦 它其实是一直在解开我们心里面的疑惑 我们如果对什么东西有猜测啊 还是我们做不了决定的时候 它会指点我们 然后其实很大成本上它是在教育我们这样子 这个庙是很小的 它的空间也是很小的 就是说人里的一拐很好 第一个努力的严蒙呢 我可以说希望建一个八公庙 因为地方又不够 又小啦 因为多人做嘛 还可以接着老人鼓励 传统去帮人来啦 证医师又给人来啦 一个人不仅仅啦 最重要呢 就大家大家一起 有钱出钱啦 又来出来啦 做愿望这个福建啦 功德无量啦 有些事情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间大博物庙 和师父多年的复述 与奉献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 有舍才有的 也希望各界善心人士 多多支持 大家一起种福田 把新的庙赶快建好 这样就可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